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个正向的天空的时间 今天就是2020年的7月5号星期日的时间 来到早上时间 现在都接近中午 有我许刘山 还有纽西兰青瓜仔 二德台仰 大家好 记住赞我们的影片 留下留言 最重要是订阅梦向边一部YouTube channel 正向部晒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记住努力点 录留言 不是留言 写大家的留言出来 互相支持一下 互相在那里like一下就好 互相在那里大家聊一下 讲一下 都是好事 有些可能大家互相说个hi 还是怎样 都是好的 因为可能很多不同的帮友 在不同的地方住都不行的 但是理念一样 或者可能想法 思想 看法都很近似的 大家互相做个朋友 给个问候 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这个时候就更加需要了 也都是 久不久就要 可能和对方 我时都会和那些网友说 这段时间不知你怎样 或者你有空报个平安 都是好 平安都很紧要的 我们又说报平安 想起一个人 也不知道会不会都知道我们今次要说什么 就是 都是相当之多年的兄弟 他们都是 不知道算不算兄弟 到最后呢 什么兄弟原来是这样的 我觉得就不是那么好 是不是 就是这个罗冠聪 和这个叫王之锋 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七一前 今年2020年的7月1日之前 中资 中资成成就不知为什么 变成了土崩瓦解 转去什么叫个人发展 独立创作也好 认识也好 但是呢 有个独立创作很紧要 就直接静静地闪着了 不过我不知道 其实很想知道 就是冲出来说 罗冠聪离开香港 但是当然他没有 他不像之前那个拿刀刺了 警察一刀那个二十多岁 二十四岁那个人 要在飞机里递出来 因为那个真是犯了事 哦 那个犯了事的 没得谈的 没出了 罗冠聪其实他就没有的 他都是很害怕的 害怕得要来港 不是很害怕的 你来港都是制造一个 制造一个 一个恐怖的气氛出来 哇 如果被迫害 其实没有人迫害他们的 没有的 其实他们自己制造的 有什么刀放在头上 我假扮害怕 是啊 真的很好笑 等于是这样 你不会拿着那支旗 出来 开你的电汽车撞人 等等 基本上没有 上星期七一 你们出来就有防暴警 如果今天没有人说要搞什么游行 又这样那样 又要争取什么 什么五大诉求 为了那些暴徒 那样那样 没有那个防暴警 都可以休息 这么热 是吧 搞事就没什么 是啊 不如拿水泡车 吐一下大家 等自己凉快一些 入冰水里吐一下 大家凉快一下 都好 都好过许智峰在立法会里潑水 这么少 那我们讲一下怎样呢 就是罗冠聪和黄之锋 其实都很多年是兄弟的了 很多时候他们都算是 在他们的角度来说 都叫一起共同进退 派全单 什么商学那些 那时候商学 什么升级 吃杯面 都一起共患难 吃过杯面 熬过杯面 是不是 虽然去四季吃早餐的时候 然后呢 黄之锋就不是带他去 就和少女去 那这个罗冠聪 离开了香港之后 原来呢 黄之锋都有带他报平安的 是吧 不知道黄之锋是想着 是博健步 还是怎样 如果他朝有一天 在街头可以再相见 简直是奇迹的样子 哇 可能说到已经是生离死别 那只 说到自己很夸 是吧 绝对是 你根本就 根本就 根本你随时都可以回去的 你可以选择不走的 就不要说什么生离死别 没有这回事 完全就 都说了 都没有这个叫追索 那个问题 在那里 是不是 你 你七月一开始 就是新造的人 重新 重新出发 都可以 你去 再叫做香港 新重置 都可以 新香港重置 新香港重置 他们不是很喜欢 新香港人 他们那时候很喜欢 他那时候也说过的 王之锋 说自己是什么 中共呢 明列前茅 要打击的对象 你自己制造出来的 其实 你自己说的 再面临终身监禁的风险 都说了七一之后 再重新计数了 其实呢 我觉得 说了七一之后 给一个重新计数 大家重新的开始 我觉得 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给大家 重新再想回 究竟是否还要搞这些什么 光复 光复什么 时代什么 是否还要搞这些呢 其实给大家一个机会 给大家去反思 究竟是否还要做这些东西 那很可惜 他们鼓动了一帮人出来 那这帮人就真的没办法 这些真的是 是豉油碟之霸 我真的没有见过 这么大的豉油碟 太阳 你有没有见过 豉油碟霸 你看你吃壽司 都就是 是不是 不如一碗喝 不如一碗 湯会这么大碗 豉油碟 整个寿司都浸了 都浸了 已经咸了 咸了 是 接着呢 还说 无奇的还押的可能性 所以 他说 他自己 都不需要 将自己 刚才 以德台人所说 扮怕扮成 我无需要 将自己 扮到很坚强 我要说真话 就是什么呢 我不是最頑强的前线 担心 有 恐惧 的确有 哈哈 煩不鬼害怕啊 你 你趁机撩走 是啊 是啊 就是那个叫做 罗冠聪 走了 之前去过美国听证会 大家都很紧张 究竟他会说些什么呢 或者会做些什么呢 会说些什么呢 其实美国那次的听证会 他又不是说得很夸张 反而呢 他刚刚就接受 我们今天这一节想说 就是 原来他最近接受了 一个叫做德国之星的访问 看见到他的最近期的外貌 从外观上 叶德台有没有觉得他有什么不同了呢 我又不太觉得 我没什么好留意的 这方面 有什么不同呢 我留意到他 就留下一些唏嘘的酥根 哈哈哈哈 有些唏嘘的酥根 就是扮演到自己 好像有一种叫做沧桑感 是不是 玩笑了 就是流亡了几天之后 所以那个样子都好像残了 还是怎么样 就是 一走路就带着那个Apple的 Airport的耳机去说 接着他那个叫做 有个访问呢 很好笑 有个德国之星那些 那个叫做什么 好像新闻主持那些在问他 还是怎么样 有个说 哇 这个港区国安法 简直是为香港度身订造 所以呢 他们这个 全世界都有目共睹 所以 为什么他们要延续这个国际呢 就是这样 又说 希望这个国际的目光 就不要离开香港 就不要以为香港没事啊 还是怎么样啊 那他说一说一说 他就 到个主持都在那里发问 其实呢 对于香港很多这个叫做抗争者 很有礼貌 抗争者 其实是暴徒 其实他们都很想 离开香港的 那 他们会不会 离开不了呢 那 好像 能不能够 像你那样离开了呢 但是 都会隐隐悔悔 可以提 立刻想起 走不掉的 暂时走不到的 叫做黄之锋和周庭 嗯 这个就是不清楚 你怎么看呢 我怎么看呢 我立刻联想到这两个 跟着 罗冠聪呢 都不知道是不是有 立刻 跟我的想法一样 立刻在老海里面 就抱了 这两个 都不知道算是战友 还是已经被抛下了的战友 还是什么 都要看看他们的证件方面 会不会是怎样的 有些人就 没办法 他们可能因为 面对一些法律的检控 所以 离开不了 还是怎样的 所以 都有他们的问题 他们的帮子可能被没收 或者可能有一些 刑事控罪在身 什么都有可能的 招目前来看 就是 就是黄之锋 有控罪在身 是 出不了境 周庭也有 哦 是哦 他两个都有 之前我们也有节目说过 两个被逮捕 要排期審 都要时间審的 出不了境 所以就呱呱吵 出了境 就立刻 散散 是吧 我走不走 我走不走 那些 但是这个 这个叫做 罗冠聪 很久 他说一些 扭曲 政府一直都要用 濫用司法制度的系统 去打压他们 这些叫做 政治运动者 我心想 是打压吗 你自己 又押他 如果有打压他 走也走不到了 锁起他 打压 你都走不到了 是不是 你自己走到 那为什么黄之锋 黄之锋 那次真的 叫人 说去 那个 警总 包围的 那 有涉嫌 有煽动 对 是吧 就是 告他们 被逮捕 刑事 拘捕他们 就是打压他们 是啊 就是 现在 如果有一个贼 打劫银行 打完劫银行 接着被警察抓 警察 那个贼就说 政治打压 是啊 什么都政治打压 他变成是 我觉得真是奇怪 真是奇怪 这班人 那继续 又说 没收他们 或者不让他们出境 就是政治打压 难道那个人让你们走吗 是不是 是不是 是有法治的 香港人 不能说 你犯个事 犯个事 不让你出境 是很应该的 你审完 如果你审完 你没有犯法 那就扶罪释放 那你就可以继续走 就给你了 就这么简单 是啊 他继续又说 那些 这个又好笑 这个叫港区国家安全法 这个 最高限期 是可以去到中身监禁的 还有可能会被引导到中国 那有些国家 你这么看 香港 谋杀 那不用死刑 最多都是中身监禁 有些国家就是死刑的 那你可不可以说 那些国家 搞错 他们这么不人道 要死刑 你看看 香港为什么不可以 我记得周庭 你知道 大家都知道周庭 懂了两句日文 虽然说得不是太好 但是他又口多多 不知道在Twitter 写了一句 就说 那国家安全法 开始实施了 在香港 如果有Ace上来 会坐中身 很没自由 那些日本网友 就回他的帖子 就说 日本都有类似的法例 而最高刑罚是半死的 他说 你们在自由的国家 真是好 然后他说 你都很幸幸 你都很幸幸 你跟着日本的人说 你都很幸幸 你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面 日本 死刑的 这个挺好 这个冷笑 这个日本人 这个日本人 真的说得非常之好 再是罗冠聪 所以越说就越离谱 又说 接下来 香港 会不会出现大批的难民 我觉得 如果纯粹是因为 不准你讲那些什么 时代香港 那些古灵精怪 不准你搞这些 就要做难民 我觉得某个程度上 他们说得对 在哪个难民 是负难的难民 那些觉得香港没有前途 自己又没有什么出色 又上不了位 做来做去都是做些这样的 就是上不了位都赚到钱 又去参与暴动之类 或者参与那些黄色的文宣之类的工作 我觉得放弃 已经没有了前途 放弃香港 那就移民 选择拿本VNO 那就去英国了 但是这本身就是 在香港上不了位 我不应该说他上不了位 是应该觉得 心灰意冷 所以才去了其他国家 所以我说 他们是懒民 是懒的懒 可能懒民 懒惰的懒 我这么聪明 我这么有才华 在香港 有些人常说 觉得自己很有才华 自己很聪明 觉得自己上不了位 还是怎样 因为那些人觉得 怀才不语 我怀才不语 所以不语 没有人欣赏到我的才华 就是因为我怀才 怀才就会不语 所以觉得 应该要去美国 阿美利坚合众过去直谷 是吧 弄些什么香港假的T恤 哎呦 很有办法 真的 我不想变得谭得志 我免得这么说 二中流程 说少说两句 再继续 罗冠聪又说 很多国家都很需要香港这些人才 那他有主持人问他 他说 喂 你怎么看 那些什么 英国啊 美国啊 他放宽给 那个香港人过去的条件 还是怎样 又说 不是啊 国际先 一定会有机会 还是怎样 他说 现在这样搞法 就会被全世界看到 一国两制之下 就最大的谎言 我其实觉得不是啊 如果你用回中国的角度 本身是 就是他们六四 之前的六四 他们还有一些集会 还继续搞到不同的聚会 还是怎样的 嗯 那其实很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不要讲得太深入先 那还见到这个一国两制 还有这个法院 也是继续 走着我叫做普通法 那你为什么 如果不是都要踩 那个什么 杨岳桥的dead body 是不是 是啊 他都没 至少他都没死 他都没死 是啊 至少我们没踩 踩得的话 谁要破坏这个制度 司法制度 就要over他的dead body 那他都没被人踩 那就是没了 没了 就是没了 制度非常健全 是不是 所以这个罗冠冲说的 是绝对不成立的 那他在最后还说一句很好笑 他说在这一堂事里 就看到香港人的精神 觉得他们很有决心 所以觉得 未来方面 是他们仍然有未来的 那你不留下 是吧 就是觉得香港人这么有未来 那为什么你要先走呢 他当然觉得没有未来 所以就走咯 这些 就是我刚才口中所说的烂文 烂腐烂的烂文 其实他离开香港之前 应该许智峰送一盘 腐烂的盆栽给他 是啊 是不是有很多 有机肥的 就是他来的 原来那盆腐烂的盆栽是他来的 是吧 就是他和腐烂的制度没什么分别 就是你自己 那你又觉得这么有未来 这么有希望 那我不明白 为什么你要走 所以就是很奇怪 我不对心 你根本上自己说不通的 那个主持人 尤其是都 我不知道 我常常看这些 爱国人访问这些 所谓香港的 叫做抗争 抗争的领袖 通常那个 那些跟他说得多说 问多多问 就开始有些少少 刺爆他 可能觉得好像很不耐烦 等等 那个态度 我不知道台阳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台阳在 因为他们 那些问题其实都是尖锐的 一下子就刺中了 刺中了弱点 是 是 是 就是刚才那句 是啊 你又走到 但是其他人都很想走 那他们又怎样 是吧 我想如果黄之锋 他们说那些人的未来 应该是赤柱 如果有法法就是赤柱 是啊 就是黄之锋在赤柱再相见 怪不得黄之锋说 在街头再看到 罗冠聪也是挺难的事 还是怎样的 嗯 他们自己 某程度上觉得 他们自己拿来的 就是 石掌常常说 他们自己 嚇自己 或者说到自己很害怕 还是怎样的 是啊 没有人逼他们去这样做的 他们自己 完全是他们自己 个人的损失 是啊 自己做错的事情 就要负责的了 是不是 嗯 那还有黄之锋 他一继续在街头派那些 初选的丹章 就是那些自己的政纲 那些都没有人阻挡他 也没有人阻挡他 就是当然了 是啊 他都没有被DQ 就是没有正式开始入閘了 是不是 你喜欢做什么 你喜欢派什么就派什么 我喜欢派什么就派什么 没所谓的 就是他仍然都是有这样的自由 在这里 喜欢做什么都做什么 是不是 就是只要他不犯法 就没事的 是不是 派传单就不犯法 所以 有没有写一些不合规格的东西 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他派什么传单 是啊 所以啦 所以都说了自己嚇自己 和自己制造出来的恐惧 很老实啦 外国人那些 你个人是傻的吗 自己不知道你们香港究竟发生什么事 纯粹都是用来抽水 那就互相利用啦 嗯 今集的时间先说到这里 我们来到今天 应该再有多节的正向的天空的时候 才再读一下大家的留言 今集都趕不及了 先抱歉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